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来咯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陶竹苗FM90.7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APP收听 或是透过YouTube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订阅我们YouTube官方频道917 Pub Radio 不过今天的这个YouTube有一点点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所有的YouTube上面的朋友应该是看不到 理论上是看不到 不过我们在广播中还是持续的进行 那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秘书长好 好 前者好 各位我们POP Radio的听众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开车 可能是下班时间 那也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听我们的收音 收音机 那都请大家也可以打开你手机的APP 你可以下载POP Radio的APP 它就是一个像是收音机功能一样的APP 那所以今天像是YT有一点点技术上的问题 你就可以转到你手机上那个APP来收听 现在立刻下载也来得及 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谢立功秘书长 那也是我基隆的同乡 因为我今天上午在基隆 然后我还下午的时候还问了一下秘书长 传了一个line给秘书长说 要不要搭我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台北上节目 那秘书长是说现在人正在台北 对已经在楼下受访了 没有快要受访了那时候 是这两天这个秘书长是 我就叫您谢大哥好了 因为算是我家乡大哥嘛 谢大哥这两天变新闻的焦点 主要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也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这两天因为这几个礼拜好了 因为民众党的当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当事长期间 因为金华城案这件事情搞得沸沸扬扬 风风火火 更早之前其实是政治献金 以及木可的相关的成立的案子 那引起一些支持者或是外界的质疑 那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被积压了 主要当然是金华城案 那我们知道身为 曾经身为民众党的秘书长的谢立功博士 是不是我可以称为您谢立功博士 我这边小小的来科普 也不是科普啦 就是小小的来介绍一下 这个谢立功秘书长的背景 大家可能比较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在脸书上建议 柯文哲应该要认罪协商 就是这四个字认罪协商 引起了非常多支持者的反弹 那很多人点名要他 甚至有人说你应该要辞职 你应该要离开 不是辞职 就是这个离开党 然后已经有人去检举他了 现在民众党的中平会 已经立案调查了 后面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都会一一来谈 不过我刚刚讲了 我想要先介绍一下 谢立功秘书长 他的学历背景 跟他过去的经历 大家可能能够比较理解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诉讼的一个技巧 那这个谢立功大哥他是海洋学院 那个时候海洋大学升格前叫海洋学院 海洋学系的学士 是不是 对 好 学理工的 学理工的 然后接下来是念了同一个学校 海洋大学的海洋法律研究所的法学硕士 就变成法学法学的这个study 接下来是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法学博士 就是现在的国发所 是对 他的现在的这个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前身 叫做三民主义研究所 对 所以他是博士 那法学博士 那另外他也在美国哈佛大学 华盛顿移民政策研究中心 以及美国研究院的国策研究所 都有做相关的研习 那比较重要的来了 他曾经担任过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调查员 那就是有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跟实务 所以您提出来认罪协商 你建议柯文哲的阵营可以采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那可不可以话说话说从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议 好 我觉得我应该先把我脸书贴文 请大家在全文再仔细看一下 就知道我的用意 其实我的标题是说 这是一种 您说是一种诉讼的技巧 也就是说怎么样诉讼 对当事人最有利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参采 认罪协商的概念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法律都有所谓的构成要件 那法律要去支撑是不是起诉 是不是判刑 一定是不是和他的法律构成要件 是不是构成 这是最基本的 那我们先从事实来讲好了 我看到的第二次裁定的文字里面 特别讲到 被告经讯问后不增值申请书所指部分事实 那就表示什么 柯文哲应该在询问的过程中 有些部分的事实 他没有否认 因为不增值就是没有否认的意思 那在最后这一段呢 又提到了 侦查是一个浮动状态 随证据及资料 获得逐渐形成具体之犯罪轮廓 甚至转成贿赂罪重刑 则被告为避免受到重刑 重战时坦承部分事实 仍有可能于将来必重就轻 翻译前词 甚且勾篡共犯或证人等等 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说 到底他是徒利 还是这个行受贿 是不是有被违背职务受贿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查到金流 可是就一直在打他 可能是有徒利 可是他这边也提到了 重战时坦承部分事实 这表示什么 前面也提到 后面提到 坦承部分事实 或者是说 他并不增值 所指部分事实 其实这看起来 法律文字有点凹口 用比较白话的一点说法 就是他并没有全盘否认 检察官所指数 所指证的这些内容 那也就是我说的 我们要表现说 我们今天有些事情 我们不需要完全否认 我们就针对 他也不否认的部分 那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论述 那这个时候可以展现一个态度 就是你不要说我们都不配合 我也很愿意配合 只是我没有明知 他叫做徒利啊 因为徒利罪的要件 必须是明知 以柯文哲的他的专业 我觉得他对于都根啊 或者容积率啊 这些我不觉得他有那么了解 所以他势必去尊重专业 所以只要跟明知的要件无关的 没有办法证明的话 那徒利罪就不会构成啊 可是有些比较细微的 如果跟犯罪主要构成要件无关 他就算是认了 而且他按照那个跟裁 第二次跟裁的文字 本来他就自己也没有否定啊 所以我指的就是针对那个部分 如果我们可以参采认罪协商的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某些事实 本来就是如此 就不要去否认他 这样的话 至少最多压两个月就出来了 在土城其实也不好待 而且很多你要全盘的去思考 要怎么样去后续打这个官司 我必须说 土利罪很多次最后打到三审就无罪了 但不是每个案子 可是如果你能够去把自己不是明知的这个部分 去加以论述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他最后的官司就会非常有利 所以你与其待在土城 不如你就出来 那你要出来就是要展现 好像合作的态度 那我对于没有不是太重要的一些细节 你自己以前都已经也不否认了 那为什么不就这个部分再讲清楚一点 如果法官也都认同 就不会延压了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他早一点出来 然后官司慢慢打 这个就是我白话文解释的用意 可是看这文字可能当时很多人没有看清楚 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认为他就是有罪 所以叫他就是要认罪协商 其实不是的 我一直说 我没有说他一定就是有罪 我只说就他没有否认的那个事实的部分 去参采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去争取你最有利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他的原始的我的一些概念 然后这些不是我凭空想象的 这个都是过去办案的经验 以及其实在法理上面很多过去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人家认为你态度是很好的 这样子你有可能最后就轻判甚至无罪 因为你根本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明知 你就不会是有徒利罪啊 你认为这是一个诉讼上面的技巧 可是对于很多小草或者是居实者 甚或可能大家的这个法律上面的认知 程度不同的这个媒体大众来说 听到认罪协商 因为有认罪两个字 就是说啊 卫审先判 你觉得他有罪 你觉得阿伯有罪 所以你才会往这个方向建议 所以这个秘书长能不能够在这个这个部分 再讲一下 就是认罪协商不代表你认为他有罪吗 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应该说我现在讲的认罪协商的概念 就是采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针对你以前已经承认的部分 你就很坦诚的再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承认什么 关键在这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针对他自己已经不否认的那些事实 这样去展现的好的态度 我觉得对他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延伸吗 认罪协商等于犯后态度良好 或者是有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那不认罪协商 或者是像现在的状况是犯后态度不好 如果他自己根本不认为那个是犯罪 都不会构成犯罪后态度良好 因为他都本身不认为那是犯罪 所以我只能说 那就是表示态度良好 因为他也没有说要隐瞒嘛 他就很愿意再把这些讲出来 那从办案人员心态说 你就真的不晓得这个法条 原来这个有这么严重 所以即便是有最后图利的结果 可是不一定会构成图利罪 因为我无从明知嘛 因为每个人专业有限 如果大家又是集体共视觉 我又没有特别的指示 像过往都会说什么奉交下 又说什么奉市长指示什么 其实你去看那个内容 他也有提到说 什么公务员不出事为原则 公务员不坐牢 公务员不坐牢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不会懂得那个法律的 很精确的 对他不知道那个用 路上我们先休息 好欢迎您回到 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子 为您邀请到的是 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两天新闻的焦点 就是谢立功秘书长 在脸书上面建议柯主席 他在诉讼上面的策略 也许可以以认罪协商的概念 注意了 后面还加两个字概念 来作为他的诉讼的策略 这样子可能在两个月的积压之后 这个柯主席可以回到民众党来 主持大局 然后也不要让这么多小草的心 掉在那七上八下 不过呢 很多的支持者 尤其是很忠心的支持者 听到认罪协商四个字 就跳起来 就说 那也塞了呢 不可以 阿伯没有罪 我们要这样清白 这个怎么可以呢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小草 很多支持者去中央检举 这个谢立功秘书长 然后呢 昨天最新的进度是 中评会已经立案调查 那李伟华 他是现在的中评会的主委 那李伟华是说 会这个 来这个各种的开会处理 预计 最快本月开会处理 至于是否要开除党籍 李伟华说 交由中评委评议 现阶段不能预设结果 并且他还说 这个 早几个月前 就有被 这个 谢立功秘书长 就被检举伤害 民众党的名誉 当时中评会 有提出口头警告 那我现在是想要问 这个谢大哥 就是像是民众党 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你会觉得有点 切心吗 或是真心换绝情吗 因为看起来 刚刚您 第一个阶段 在广播里面的解释是 其实是为了党好 为了这个 柯文哲好 那李伟华 中评委这样子的解释 你会觉得 伤心失望吗 其实立案的程序 就是如果有人检举的话 他就是按照 SOP 本来就是他们要 中评委要去讨论 所以我也要尊重这个制度 因为我是尊重制度的 因为学法律的 你的制度这样走的 你总是要先去了解 事情的本末之后 你再决定你如何处置 他现在没有处置出来 他当然就是按照他的程序 这样走 不过那个前面那个要澄清 他可能弄错了 因为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 正式书面的一些 提出警告什么 倒没有 因为我其实 没有警告 我没有 我没有收到 可能是他们内部 在作业的时候 大概是不是有 有所疏漏 那我今天也查证了一下 我说我没有收到 不过我觉得 那李伟华怎么回复 我觉得可能就是 他们内部 在作业上面 有一些疏漏 因为事实上 当时也没有正式 做出所谓的警告的处分 这根本就没有 可能他们内部 在讨论的时候 觉得 这个应该口头警告 可能是这样吧 那其实当时我不晓得 不过我觉得 这点倒不重要 因为我们常说 在政治上面来说 可能很多不同的支持者 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可是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这个党更好 让柯P更好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把很多事情 想得更周延 那同时 那以这次我来讲的话 刚才也谢谢前置 有特别讲的 加上那个概念两个字 其实认罪协商的概念 跟认罪协商就不一样 因为包括刚才说态度 我也觉得不要讲 泛后的态度 因为他只是展现他 很愿意合作 因为可能你们在调查 这个过程中 对有些事情不一定很了解 可能也是外面说了什么 可是事实上 我的过程不是如此 就像我要再解释一下 刚才讲到什么 凤交下什么市长指示 或者公务员不要出 不要坐牢 不要坐牢 听说有这样一个条子 好 其实我觉得这些 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当时做文明署署长 有些检举到这个署 署长这边来 也可能是什么署长姓香 也可能是立委在咨询 或什么 就是很多案子到这边来 那我为了表示 对这件事情重视 我说这要快哦 这三天就要办好 就是你查清楚 要给别人一个交代嘛 那公文有的案急与不急嘛 如果是很急的 我就要赶快要吹嘛 这要快 可是要快并没有说 一定要是做 一定是同意或不同意嘛 因为我只是说 你要掌握时效 所以用那几个字 不一定会构成 所以这也是在第一次的 那个法官的裁定书上面 他就写啊 有些就还有解释的空间 有那一段话 我相信很多事情 大家若只有看表面 凤交下 市长有指示要我 没有啊 市长是叫你快点办啊 也没叫你一定要怎么办啊 也没说 一定你要变成8004或5006或什么 对不对 解读上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说要公务员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事的话 那即便是他口语或者是 写条子 写条子 对啊 那这样也没有错啊 对啊 而且他这一句如果周刊的报导为真 他是写说 柯文哲亲笔写下一个变迁 上头写说 以公务员不坐牢为原则 OK 就是 我觉得这个没有错 就是说不要犯法 这很像他的口语 还加OK 对啊 然后后面写KO嘛 哦哦哦 那不是K 那是柯啦 那不是OK 对他写 好像有OK 我不晓得 我不确定有没有OK 可是后面的确有落款式KO 这是媒体的报导 对对对 那 对啊 那就对了 不违法啊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有什么错 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 那就是说你不要违法 嗯嗯 像下降的条子 呃 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所谓的说 哦抓到了 这是证据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媒体铺天盖地的 呃 我不愿意这样讲 可是某种程度其实已经下了一个媒体的审判了 是 呃 我多次在这个节目里头讲 你现在如果走到面店去吃一碗面 哦 你走到菜市场去买东西 哦 饭夫走足 可能大家抬头看电视 看标题的时候 呃 通常有很多人已经觉得说 柯文哲大概 有手机啦 真的 就是一般的 我所谓街头相议 因为你看到太多媒体的标题杀人 就像秘书长讲的认罪协商概念 被简化成认罪协商 也被小草出征 某种程度 那呃 更何况是 这两三个礼拜以来 哦 各种的捕风捉影啊 我们不知道哪里的消息来源啊 看起来言之作作 再加上名嘴们的推波 助澜啊 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陈佩奇 刚刚 就在我们在广播的时候 我看到 已经出来接受访问了 那某种程度 我是没有很仔细的看内容 可是 呃 我看到的这个标题大概意思是陈佩奇对于昨天周刊的报道说 他在过去 呃大概两年到四年间吧 呃有多达60次到ATM去存钱 一次存10万 所以60次大概存了存了617万左右这样的金额的钱 那媒体的报道是说 他已经恐怕已经牵涉到洗钱罪跟收费罪 有可能变被告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想说 诶 那这样子应该赶快把陈佩奇转为被告啊 他应该已经涉 涉嫌有这些罪了嘛 洗钱跟这个行贿啊 怎么还可以在外面爬爬灶 那刚刚他出来接受媒体访问 他大概有详细的诉说 所谓他把这些钱分次存在他自己的账户里头 以及他儿子女儿的名下 还有他在银行 第一银行有一只保险箱 他刚才也讲了 我不是很清楚内容 因为我们同时因为也在做节目 可是我看到的陈佩奇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认为柯文哲的工作并不稳定 所以他必须以他自己作为医师 他可能有一些收入来源 至少还有薪水嘛 陈佩奇是在联姨当小儿科医师 那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收入 他定期会存进去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 不过我想问这个秘书长 除了这个认罪协商风波 刚刚其实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陈佩奇的部分 如果您现在看到各方的讯息 你觉得这是媒体在编故事吗 还是北检放话 想要造成社会的舆论 或者是法官行政的压力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判读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多媒体哦 很奇怪啊 就好像有很多小道消息 其实这个消息只要一出来 对当事人已经是伤害 你后面再怎么去澄清 要花的力道 其实要很多 而且还不一定讲得清楚 所以他已经帮你打成 你就是在洗钱 那以ATM处理财务来讲的话 那他不愿意零贵去 他的说法我觉得可以接受 因为他的确是算比较知名的人 而且他在上班时间 就一般银行营业的时间 他除非是中午 我看他如果要看诊或什么 他也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零贵去处理 那用ATM去处理 的确在我们研究洗钱犯罪 有一种说出现了疑似洗钱的手法 但是是不是构成洗钱罪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要构成洗钱罪最重要一个前提 就是那笔钱是要符合洗钱防治法第三条 所谓的特定犯罪 那个特定犯罪第一个就是 概括的规定 就是大概要六个月以上的罪 所以你要看你的罪名到底有没有符合 但是他还有列举了很多犯罪类型 其实要去看洗钱防治法第三条 那个其实要讲起来很复杂 有列举了好多好多犯罪 可是最重要一个前提就是 钱的来源必须是不法的 你说他分批去存或分批提领 那就可能故意要去掩饰去隐匿 他的来源去向 那可能会构成洗钱罪 如果他能够举证 他这笔钱是合法的 那他是只是分次在ATM ATM大概一次也不能处理太多钱 那所以他自然就是分次去处理 可是因为他的钱的来源是合法 他就不会构成洗钱罪 所以你要讲别人有罪是洗钱之前 你必须要去证明 他那笔是来自于不法所得 而且是符合洗钱防治法 第三条的特定犯罪 他只会构成洗钱罪 现在看起来这个周刊 或者是特定媒体的报道的细节 应该是有所本 要不然今天陈佩奇 他不会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某种程度是 承认那些细节的 那如果以此推断的话 北浅的确这一次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管道 总之就是北浅的确 泄露非常多的风声 那我看到民众党定调 这是一个政治上面 有计划的证媒夹杀或证媒迫害 你也这样认为吗 其实我刚才说的 要去查他的金流 其实很容易 我记得我在某一个节目有讲 金流会不会有事 其实非常清楚 那我想简连他们在调查 针对他的所有的账户 这些账号 其实一定都有在查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因为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查出来 所以我觉得用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们尽量不要先给人家扣帽子 请听POP大国民 好 欢迎您回到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子 为您邀请到的是 前民众党民署长谢立功 那我们刚刚讲到柯文哲的案子 也生到他的妻女 就是陈佩琪医师 以及他的三位子女 他们应该都成年了 那陈佩琪也都在他们的户头里 就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有用ATM存钱的方式 存了一些钱进去 那刚刚陈佩琪出来 接受媒体的访问 大概有三家 我看到的麦克风是有三家 那特别提到的是 今天媒体披露的 包括钟小平议员 也披露的一个讯息 是说减联有掌握到 陈佩琪在一银 第一银行里有两个保险箱 他租了两个保险箱 那这个减联 有带陈佩琪去开这个保险箱 看里面到底是上面挖哥 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陈佩琪可能 我猜啦 现在民众党的策略是 因为媒体放消息放太多了 应该是检调啦 我认为是检调啦 检调放太多消息了 他们处在 检联 对检联 因为这个案子是联政署 对对 没有调查局 是北检跟联政署 所以叫做检联 那所以他们可能想要 化被动为主动 尽管是侦查不公开 可是你的对手已经这么的公开了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是陈佩琪以及这个民众党的策略是好啊 你要公开那我也来公开啊 所以今天陈佩琪主动接受媒体访问 大概有数家媒体 那讲的是说没有错 我的确有两只保险箱租用在第一银行 那里面是一些首饰金饰玉器 应该就是一些有价值的一些首饰 那两个保险箱各有50万的现金 他说11号的时候 检联带着他去开这个保险箱 并且还交代我说不可以跟人家讲 可是我很遵守啊 我都没有讲 可是没有想到呢 却登上媒体的版面 看起来陈佩琪有一些无奈 甚至有一些气愤 他说这个保险箱里面 是爸爸妈妈在他结婚的时候给的一些金饰嫁妆 还有婆婆送的一些玉器 玉就是这些 你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个玉 那还有小孩出生的时候的一些金锁片 哇可以保存到现在 金锁片 他就是放那些东西 可是不否认 自从先生当了市长之后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还是放一些少量的现金在里面 以备不时之需 两指保险箱分别金额 就是现金里面各50万 所以这样看起来加起来是100万 加起来是100万 他说他有跟小孩讲 如果出事的话 可以有50万 50万可以用 那 这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传统台湾妈妈的心态 那这可以证明什么吗 我觉得保险箱的东西没有太出人意料之外的 第一个他的现金 一个保险箱50万 以他们两夫妻的所得来说 其实50万不算特别高 如果那些贵重的珠宝啊 什么那些 玉 玉 又是长辈留下来的 还有什么小孩出生 我知道以前都会打那个 金锁片 对或者什么小小的 人家会送啊 金链子 金镯子 还有这个戒指 戒指对 如果那个一看 应该 那真的应该假不了吗 如果里面有一个很大颗的钻石 或者有个什么 什么祖母绿 什么 红宝石 对那个很又另当别论 但听起来这保险箱还好啦 也 也 你说这样子就是说代表一定说 他故意拿到不法所得 然后去买珠宝 藏在保险箱 因为如果你要说他犯罪话 应该是这样证明嘛 因为他拿了很多钱来嘛 因为你你如果一颗 呃对不起 我很外行 鑽石一颗可能好几百万 没错吧 有可能哦 如果他的这个各种的橙色啊 等级高的话 好 因为你看我几百万现金 你看那个体积有多大 是 对不对 我买一颗钻石 如果很保值是几百万 过去的确有用钻石洗钱的 那时候那个理律事务所不是跑掉的那位 他其实就是用钻石洗钱好像有三十亿吧 还是二十亿 你说某位律师是不是 呃其实他不算律师 那是成年就案了 所以其实过去国外也有用钻石洗钱 但是重点他这里面听起来没有这些东西嘛 那我要强调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很多的钱 他不好处理 他去买了很贵重的珠宝 甚至有人买古董 或者买了一些就是高单价的东西 然后体积又小 容易保存 又有隐匿性 不记民性 那这种东西就是很好洗钱的标的 可是看起来这些 这保险箱就很像一般人保险箱会摆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的文件嘛 因为有些是譬如说有些特别的 或者他们说会不会是用虚拟货币洗钱 是不是里面有个光碟 不是光碟 USB吗 USB是不是 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证明 对就是去保存那些比较特别的 虚拟货币 对存在那个USB里面 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文件 地契 你记不记得 有的人把那些东西怕弄丢嘛 反正就是把一些比较特别珍贵的文件 可以证明他在 比如说可能海外有资产啊还是什么 如果这些都不是 我觉得那其实这个就是如果牵扯到 说这个用来做洗钱可能还不够成 我们为您访问到的是这个民众党的前秘书长 谢力功 那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很多的时间拿来谈 是不是有可能洗钱 因为媒体实在报道的太过风风火火了 那是因为谢秘书长 他曾经有过这个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调查员的身份 他有15的经验 那在学术上面他也有著作 他有做过出过几本书 其中有一本书叫做洗钱防治与经济法秩序之维护 我写洗钱的书还不止一本 还有一个金融机构面临之洗钱挑战与对策 对对对 对我们的制作人非常的认真 哇这个都找出来了 对都把你的这个经历都 你少讲的一样 我是台湾第一个用洗钱防治写博士论文的 全台湾第一个就是我 所以你应该对于洗钱的手法支支盛响 对 所以我说是不是洗钱 我那时候一看一听大概就晓得 他摆的那些真的在我们看还是算很普通的东西 真的洗钱不是不是放那些 洗钱的方式真的太多 可以随着科技与时俱进 就像人家说虚拟货币 那个那个是一个趋势 以后我看办案人员在那个部分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看到犯罪的手法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越来越精进 那你要去抓那些犯罪的人 你可能也要精进自己 不过在柯文哲第一次这个吴宝请回 到第二次开机押亭 他被押进去中间 其实有三天的时间 他有自由之声三天的时间 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他接受媒体的读访的时候 他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现在减联 减联就是在把那一些从他家里 还有办公室带走的电脑资料 USB随身碟里头的东西拿回去之后 在兜故事这是柯文哲的说法 想要罗知罪名 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要把他兜出一个故事来 那这个当然是以柯文哲那一边的出发点来说的 的说法 那另外我们想回到 包括如果说以社会公益或正义来看 我们放在比较中间的媒体人的角色来看 当然过去其实像我跑新闻已经超过20年了 的确有一些重大的刑案或者是重大的案件 社会瞩目案件好了 记者其实也都是想方设法想要去打听更多的内幕跟独家 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细节流露出来 而且事后都证实 我们拿到的讯息就是侦查的内容 你们真的太有本事了 其实我不觉得 我觉得像现在讲 我觉得不是记者有本事 对不起 当然我很多很令我敬佩的同意 我觉得其实那是在于检方他要不要刻意泄露 或是调查员 不要一直讲检方 检方应该很生气 就是或者是调查员 就是所有侦办这些案件 经过过手的人都有可能 没错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案件 maybe有警方 就警察 警方 调查员 还有包括这个检 检察官 各种人员 会不会有可能有事务官书记官 所有经守过的这一些人 他都有可能泄密 所以以前我们办案 像有的时候勤教 勤前教育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搜索 我们都是非常的小心 其实都非常的保密 甚至除了主要办案人员 比如说有时候 我一下子要二三十个一起来 真正知道人去搜索哪里的 可能只有一个两个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案子 我们从我们开完叫勤教 然后去那个现场 大概15分钟内的车程 就我们看到的 令我们非常压抑 人全部跑了 他们都在泡茶 泡茶那个瓦斯炉的火是开的 然后那个杯子有泡茶 那个小小杯子摸那个杯子水 茶是热的 才刚走 我们从出发到那个地方 大概就15分钟 茶都是热的 瓦斯炉没关的 一定就突然这样跑掉了 你看他这样也会听到讯息 就有人通风报信 对 所以我觉得办案人员 真的要很小心 一个是自己有没有查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很多这个侦查的流程 怎么样确保我们刑事诉讼法 怎样侦查不公开 如果是法令还不够完备 那我们法要修得更严 而且是不是要对罚则 就是如果你违反的话 是不是罚则要加重 或者说说在机关内部 你的内控机制要怎么做 你不能一直让你这些泄露出去 我觉得当事人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事 他或许就算了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人家是没事的 你这样子人家后面花很多时间 我常说你打人家一下 那个痛你自己没有痛过 你不知道 那别人要花十倍二十倍的 还洗不白你知道吗 因为你黑了怎么洗都洗不白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谈司法改革 其中很重要一关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侦查不公开 如何泄密要怎么处罚 还有机关内部 所有的司法警察检查的内部的机制 要怎么去管控 对啊就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啊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民众八位立委 以后我们可以好好去加强强化的一件事情 去监督 就像刚刚谢大哥讲的 你自己没有被赏过一巴掌 你没有被打过一次啊 你不知道那个痛 那过去可能站在政党的立场 大家喊侦查不公开 或者是指责对方 或指责这个司法机构 这个把机密卸出来 你不是切身之痛的人 你永远不会觉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可能会觉得说 对这样不好 监察院我看也有提出纠正 司法院自己本身 好像也曾经有提出这样的检讨 可是大家不痛不痒 如果可以借着柯文哲这一次 柯文哲是这个 我们这个最大 在野势力里面第二大党的党主席 那他被羁押 现在看起来至少两个月 如果最后啦 我们当然不知道 最后判决的结果会是什么 可是如果他真的没事出来了 那不管有没有事啦 民众党其他的同志们 你们各种的这个公职 包括在立法院的朋友们 也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 就是你不能一只 助长这样子的风气 恨行滋生 到底有多少人受到这样的不白之冤 然后他可能没有力气喊叫 然后就死掉了 社会性死亡 可能有更多的人 柯文哲已经相对的是有权力的人了 他有一整个民众党来帮他申冤 尽管民众党不断的 好在还有巴西立委 是还有巴西立委 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不断帮他申冤 甚至喊出司法迫 还有这么多的小草 集结在立法院前 集结在土城看守所外头 来帮他申冤 你要想一想 如果是一个没有这种政治能量的人 普通人 你真的是怎么被整死的 怎么样名誉扫地 怎么样以示清白都没有用 那这是我们今天 谈论的最主要的话题 我们先广告 回来之后继续谈柯文哲和陈佩奇案 请听POP大国民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钱子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陈佩奇 接受三家媒体的访问 一家是ET Today 这个是网络媒体 第二家是TVBS 这是电视媒体 第三家是台视 也是电视媒体 我相信选这三家媒体 这个民众党新闻部这边 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可能是对于柯文哲 采取比较中性的 的这个记者朋友 或是媒体背景 那另外我们看到陈佩奇 他今天讲了外头说的 所谓不明的金流 不明的金钱来源 他认为 这个都是 他早就跟检方交代的清清楚楚的 他不明白为什么媒体 这样罗知他的罪名 他特别讲说 总共一千六百多万 所谓的外界灌上不明金流的部分 主要有四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是他的爸爸过世 还有妈妈 爸爸过世有一笔遗产 加上妈妈的老年 老人年金 因为他等于是负责奉养的人 所以这些老人年金 都是由他这边可能来提领的 所以加起来是四百多万 那另外一共是五百多万 对不起 就是遗产 加上老年 老年年金的部分是五百多万 那第二个部分是 陈佩琪自己在医院工作的薪水 加上过去的存款 大概也是五百零七万 五百出头万 第三个部分是柯文哲 在2018年竞选台北市市长 期间得到的选举补助款 大概是一千七百多万 扣掉当时 他们不是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吗 那个再把这个抵押的钱 还回去之后 结余款是两百三十万 第四个部分是柯文哲当医生时的存款 大概是一百七十一万 还有第五部分是柯文哲 2023年演讲通告费 大概六十四万 还有少量的车马费 出席费 以及亲友红包等等 累积起来是一千 对不起 一百万左右 以上我说的 这五个部分加起来 是一千六百二十八万 他认为他的金流 已经跟检方交代的非常清楚 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天争论节目 以及媒体对他的追杀 说他涉嫌洗钱 以及收费 影射 影射 那这个想请教谢大哥 陈佩奇这样的交代 您认为是为时已晚吗 那他这样有没有这个 抵触了所谓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如果我刚才听到这样讲 所谓的金流 我们讲金流一个就是收入的部分 以及现在你在各个地方 你怀疑他是洗钱也好 或者怀疑他是受贿的金额也好 反正把它加一加很清楚 因为我刚才听前哲很快的 这样念了一遍 其实他把每一笔来源都有交代 而且累加的金额达了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八十多万 好 那这个时候你再看嘛 你比如说你的不同的账户里面 你到底有多少钱 然后你的保险箱又有多少钱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算得很清楚 那就是很清楚的交代来源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的重要的关键 就在于说前面的确好像 他好像被打得无招架的余地 因为他可能一直不知道怎么讲 而且包括他们一直说他的那笔钱 没讲清楚 而且说他四次改口嘛 对不对 我上次也在好几个节目 都说其实他应该多找一些 法律专业的人士 而且那个账号 你现在再出来再讲 千万不要出错 因为人家还是会拿你 我相信你今天的记者会 这个简连一定去一一核对他手里有的资料 只要这个没有出入 或者稍微有点出入 记不清楚 我觉得也不是大事 因为就像那时候ATM领了多少次 我觉得就算有记错 也不是什么多严重 因为毕竟有时候时间太多 太久 而且还是有 你就是你是累积哪一段 假设你有经常进出的 你人家赌麦突然让你说 你有几次去ATM领钱啊 存钱啊 我觉得讲的不对也是正常 但是一般人可以如此解释 当你碰到这么重大案件 你今后每一个对外正式的发言 我建议你真的务必要小心 而且要小心里面 有没有因为你讲的反而变成 别人侦查你是否违法的依据 所以这个包括脸书在po文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两天谢大哥就保受这个之苦 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是要解释 可是人家还是可能没有仔细看内容 或者截取了片段做过超度的 过度的演绎去超义 那就最后结果还是对自己不利 所以我觉得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相信那个佩奇一时下的法律素养 一定会越来越强大了 这算是好事吗 这是正面的吗 我刚刚听到陈佩奇在访问的最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家现在已经是被超家灭族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整个大规模的 对他们进行大型的超家 大型的灭族这样的动作 不过我个人认为 他这一次的反击是有达到效果的 他已经具体讲出来 而且我看新闻有讲到 公公的确也住院嘛 然后婆婆也都在陪他 其实婆婆的脚好像也不太好 走路都都很吃力 然后除了他们自己 可能会觉得夫妻自己要承担 可是小孩虽然也都成年了 可是碰到这么大的事情 说家都不敢回 这个真的很惨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夏大哥 谢理工 感谢观看